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动物的变形蛋玩具 首先,给我们带来变形蛋的是这两只动物 左边这一只是有着大耳朵的大象 那右边这一只是什么动物,你们知道吗? 它们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蓝色的变形蛋 这会是什么动物的变形蛋呢? 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打开蛋壳之后,出现了动物的角 把它翻折一下 把另外一边的角也变形一下 看到动物的头了 这会是什么动物呢? 它也有一条长长的鼻子 蛋壳可以合上 变成了动物的身体 这只动物也有两只白色的长牙 那这一只动物和右边的这一只长得好像啊 你们知道是什么动物吗? 接下来给我们带来变形蛋的是这一只红色的鸟 它叫火焰鸟 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棕色的变形蛋 让我们来变形一下 蛋壳的两边可以打开 左边打开之后是脚 中间还可以展开呢 展开之后好像是翅膀 这是一只飞行的动物 动物的头翻着过来 再打开 出现了 它的嘴弯弯的 像个弯钩一样 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鸟类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告诉我哦 接下来 这一只黑猩猩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动物变形蛋呢? 这是一个墨绿式的变形蛋 那你们可以猜一下 这是什么动物呢? 先把蛋壳打开 然后左边的蛋壳 藏着动物的脚 中间藏着动物的手 把它变形一下 动物的头 藏在了右边的蛋壳上 再把蛋壳合上 那我们的动物变形蛋就变形好了 它和黑猩猩长得好像啊 那你们知道 这一次的动物变形蛋 是什么动物吗? 最后给我们带来动物变形蛋的 是一只小狮子 它给我们带来一个白色的变形蛋 这一次会是什么动物呢? 打开蛋壳之后 把它的脚变形一下 这个的变形 好像第一只动物的变形呢 它的头出现了 哇 好可爱啊 这只动物的脖子上 还有一个红色的铃铛 那这只动物 大家一定都知道吧 它就是非常可爱的猫 你们知道猫最喜欢吃什么吗? 以上就是给大家带来的 吃个动物变形蛋 你们知道 它们分别都是什么动物吗? 记得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